去年10月 斯维托丽娜产下一名女婴 在缺席赛场一年多之后 本周开始的WTA500查尔斯顿赛 乌克兰人选择了产后复出 尽管在首轮比赛中 凭借外卡参赛的他在熬战2小时46分钟后 以7比6、2比6、4比6不敌昔日的手下败将普丁赛王 无缘产后首胜 但是斯维托丽娜的付出还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之所以能够引起关注 一方面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作为乌克兰籍球员的他一直在为自己的祖国呐喊 比如建议ITF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球员参赛等 另一方面 他现在已经身为人母的身份继续征战巡回赛 也颇有看点 以下是斯维托丽娜所值得关注的一些事情 1、斯维托丽娜职业生涯单打排名最高于2017年9月11日 位居世界第三 成为乌克兰历史上排名最高的球员 从2017年5月22日至2021年10月31日 将近四年半的时间 他的单打排名都稳居世界前十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顶尖球员 其中 延续位居世界前十的周数达到22周 这其中不包括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WTA排名冻结的20周时间 2、他职业生涯共获得16个WTA冠军 其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 当属2018年WTA年终总决赛冠军 那一届总决赛 他在五场单打比赛中连续战胜五名世界前十的球员 以五连胜的方式夺冠 此外 他还在2017年的迪拜、罗马和多伦多赛 以及2018年的罗马赛夺冠 这四个冠军均属于顶级赛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 截至目前乌克兰人还缺一座大满官冠军来证明自己 3、他在单打决赛的成绩是16胜三辅 其中三场单打决赛的失利 分别输给了拉德万斯卡、科维托娃和巴蒂 4、他曾二度杀进大满官的女单半决赛 分别是2019年的温网和美网 输给了哈勒普和小威廉姆斯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入大满官半决赛的乌克兰女球员 5、除此之外 他还六次进入到大满官的四分之一决赛 分别是2018年、2019年奥网 2015年、2017年、2020年的法网 以及2021年的美网 6、斯维托丽娜职业生涯 曾六次战胜世界第一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 当属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单第三轮 他战胜了当时的女单世界第一小威廉姆斯 另外五次战胜世界第一 分别是三次战胜科贝尔和两次战胜哈勒普 7、谈到奥运会 她是2021东京奥运会网球项目的女单铜牌得主 在铜牌争夺战中 她以1比6、7比65、6比4的比分战胜了莱巴金纳 夺得第三名 8、她是青少年大满官女单冠军 15岁时 她在2010年法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决赛中 击败了贾巴尔赢得了冠军 此外 她还于2012年进入到温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决赛 最终输给了布莎尔 9、她在WTA赛事的奖金榜上排名第19 一共赢得了2141万8949美元 10、她在本周一查尔斯顿的首轮比赛 是她375天来的第一场比赛 她上一次参加比赛是在2022年3月24日 当时在迈阿密赛女单第二轮 以6比4、3比6、6比7 遭到世界排名第115位的英国球员沃特森的逆转 遗憾出局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无理去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